但在派对新赛季一告,我们可以根据派对手册来得知,新的赛季会在过8天左右到来,大约是在10月18号的时候,那么小呆瓜我来介绍可能会更新些什么,因为官方还未出消息,以上会根据陆服来推测。 影片片长,记得点个爱心再看下去,首先我们来讲解活跃任务内容,第一个是取代了迎宾员贝拉的小蝙蝠多利安,以及妖式悬赏令与面式恶魔眼镜,还有新的动作比试比试与换手舞,这边再展示动作给大家看一下。 然后一样是兑换的两款表情图案,跟狼人逆称框,下赛季应该还有赛季手册任务可以解,章节全部解完可获得蝙蝠睡觉动作。 再来是限定的赛季盲盒,使用闪耀臂的方式获得,第一位是我们的知真皮肤暗夜黄女得欠拉,这边放上染色样貌展示。 再来是紫皮狼直视科尔特,与紫皮灵魂猫妮莎,蓝皮山羊威威安,蒜头公爵索尔,石像鲁昂,接下来是暗夜黄子德古拉,这次的隐藏是知真皮肤优,这次赛季盲盒抽奖内容总乱。 紫色品质动作展示。 紫色品质表情展示。 这次可能还会有这种现实体验哥特主题道具外观,需要穿戴这个赛季的智真才可以体验。 感觉超级好看的。 蓝盒部分介绍完了,我们先来看一下官方释出的动画吧。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,黄鱼也该休息了。 谁也该想命令我。 我一直生活在黑夜里,直到那曙光照进来。 在他身前,我是中拳,在他身后,我是恶乱。 把主人救回来,帮助他解除古咒。 正是我的心,喵喵。 逃亡在外的宫主,淹没于世的红宝石。 当主事,你要发誓陪我一起变老。 愿为云主,为小姐照亮前路。 我需要一个温暖的小窝,和很多小鱼竿。 小心阳光。 凭本小姐闪开。 雀逐意志,永不消散。 你想要打败吗? 我才不可屈服呢? 轻一点,别惊扰了黄雨。 风中泛起寒意,与蛇狼接种而至。 快跟上,喵老大。 不怕,喵有九条命了。 小一只猫,把他的主人弄丢了。 我将一只战斗,及时立法折断。 即使前方山夫海啸,我也愿与你并肩作战。 完成巅峰段位任务,即可获得街头小桶套装与发财竹套装。 背试小小仙人掌,与小狗花环头像框。 新赛季的地图总共有九张,都是非常有趣的关卡。 而且有满满的城堡元素。 想要知道更多跑图方式,可以等其他创作者介绍跑图攻略。 更快地学会才好上手哟。 在新赛季到来前,瓜子们最想达到哪个阶段呢? 也可以底下留言,跟我分享你现在的段位哟。 那么现在我们来介绍下赛季手册。 首先是基础派对手册,可获得村民套装。 以及腰式真式之眼,和黑蔷薇头像框。 还有表情惊险。 以上是不用升级手册就能获得的。 再来是升级高级手册,可获得蔷薇女巫与丁花香守卫。 再来是舞会假面。 还有腰式向日葵锦辉,与真式之眼头像框。 然后是占星师逆称框。 还有手册动作占星术,这边展示动作给大家看。 最后就是紫色品质手册皮肤啦。 小幽灵纽特。 新赛季的淡仔岛会非常的有趣, 可能会有能让自己变身的魔药锅。 还会有超美的打卡拍照景点。 这赛季的淡仔岛特效,想要拿到的话也得费一番功夫的哟。 花子们期待新赛季的到来吗?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赛季的宣传影片吧! 十五天后,我会被那些家伙撕碎。 他们是我。 看月光之血,就会变成怪物的狼人。 我们家族的血液,正是破除狼人变身诅咒的解药。 巨人中说,我也会被那些家伙抓住,作为解药。 我,从来不相信什么预言,什么命运,成果种族的羁绊。 携手解开彼此的诅咒。 你看,我身旁的伙伴,不正是最好的证明吗? 看起来很美味。 想继续看更多有关淡仔的搞笑片段, 逗具实战画面, 又或是想要抢先看到淡仔的第一消息, 参加任何抽奖活动, 记得关注我哟。 也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, 有时候会办抽奖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